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 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 妙地生 各位维心圣教 异清大学第二三期诗讯班 贤士同修 我们合掌功练开经纪 异清新法庙南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习诸庙法 我今勤习诸庙法 便此功德皆迴向 那麽鬼谷先师王臣老祖 各位维心圣教 一京大学第二三期书讯处 所有的书讯班前世同修 人生短短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六十年 对老祖开示 人生六十不知休 等待何时再来有 这句话我希望各位同修们熟悉要记住 自我勉励 修就是修诸恶莫作 重善奉行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这个标准呢 一般大众们认为说我坏事不做 好事都做 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和名言 但是人有但系祸苦 人生有不同的遭遇 所以啊 老祖书真开示我们 我们做好事 说好话 没有功德可言 那是责任与义务 曾经一位老菩萨 他的儿子非常的灰雷 他就来求老祖 他说老祖啊老祖啊 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还抵不过给我儿子吗 老祖开示他说 善事好事 是人的本分 以责任 没有功德可言 那一撒那 做一位菩萨 就起怀疑了 那么我做善事 人家不是说做善事 会品应子女吗 没有错 你的善事只有一半 还一半没有做 你的祖灵还不安 祖先 你没有跟他超度 你也没有诵经 来回向给你的祖先祖灵 所以祖灵不安 你的孩子绝对不安 孩子不安 相对的女子也不安 所以你的善事只有做一半 一半很重要的你没有做 就是你家附近有佛寺 道场比较有正规的道场 他们在那边做祈福法会 超度祖灵 你一定要去参加超度祖灵 他跟我讲了一句心里的话 说老叔啊 我要去那一家去拜拜 每次要有法会 我要去那边超度我的祖先的时候 都有看众生在吵架 和工作人员在吵架 稍微就不去了 我这里所有的寺庙都一样 所以我就不去超度了 我说你的业障太重 你回去问看看 平时你回去看有没有在吵架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 老叔啊 奇怪我看吵架那两个人 在那边喝茶 在那边讲的有说有笑 那难道我的业障那么重啊 所以就阻挡了 那就是冤亲在主 你的冤亲在主 会依附在你眼睛所看到的人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行为 等到你一年和合了 你看到了 你就会气得半死 你就回家了 那就继续受报 所以这位老菩萨 老师我知道了 我业障很重 我等下要来参加发会了 那再过两三四天 我们现活室又有水路法会了 我也不便跟他讲啊 那自己去看嘛 自己 你有福报 你就会来超度 我们七八十位的高僧借德 一起在这里深谈 七谈一锁 这个老菩萨呢 他就回去了 过了三四个月又来咯 哎呀老叔啊 他儿子还要回来啦 把一些 酒肉朋友都带回来家 弄得我也 家里住不住 要被赶出来了啦 我说你被冤亲在主赶出来了 你的冤亲在主赶你出来了 纠战怯草了啦 那怎么办 我说你们去超度 没有啊 我在找不到哪里有在 法会 神明圣诞 法会在超度 祖先祖灵呢 我没有看到咧 我问你上次来 再过四天 我们有使力法会 大家努力在这边 在准备咯 你还没有看到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你的业障就是这么重嘛 你的眼睛没有张亮嘛 你的眼睛没有张亮嘛 我只是私心想到自己的孩子不听话 你没有想到你的祖灵不安耶 算祖灵不安 那么 你孩子会乖 我就不相信 这位菩萨师父啊 那我们 什么时候要 再法会 我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 三月二十六日 王产老子圣诞水利法会 那我等到明年来 我不能死啊 我要你先练佛啦 练佛练佛 所以我们维心 贤士我们的 书信班的贤士同修 凡是你们遇到 有烦恼的大众们 叫他先练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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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没有心情可以去读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回向爵祖先 来照顾你的孩子 那么这位菩萨呢 我跟他说 哎呀 这么简单而已 不必要付钱 自己赚啦 自己赚啦 他说 好啦 我自己赚啦 认真念念 自己认真念佛啦 以前叫念佛 我不是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 我没有 没有虚没有肉 我就吃饭 他以为念佛 就是要出灾 不是这样 酒肉酸肠果 佛在心中做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双善主事 人的医生 人的医生 要学的 太多太多了 人医生的烦恼 你把它算看看 有三万八 八万四千个烦恼耶 八万四千个烦恼耶 八万四千个烦恼 你的烦恼才会减少 不然 你的烦恼 没有三万六千神将 来守护的 你一定 烦恼多多 那么你如何 来公请到三万六千神将 守护的各位呢 王产老祖玄 真经 多送 王产老祖玄 真经 还有鬼谷先师天德经 这两部经你好好送 有时间就送 那你们的 冤亲在主 就不敢 对你们有所 不劣啦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从来不诵经的 我告诉他要诵经啦 练经啦 有什么经 每天都念那一本 几千个字 有什么意义 我那意义才大呢 你看了很多小说 那是带你进入烦恼 跑不出来 你读了经 让你从环瑙里中 逃出来 所以经与一般的 传记文学小说等等 它是不一样 一个是入宿的 一个是出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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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宿的 所以从这个太极图 就写 出宿的 啊 世间的 啊 一切书 世间的书就是都在黑暗里面 所以 其实要找这一条光明的生命 好 这个是存哀 烦恼 我们在世界都是在烦恼里面生存 那我们的诵经 你在完全的光明 光明天 啊这个黑暗就是烦恼 烦恼会减少到最少 啊你的光明越光明 烦恼就越少 所以你只有 诵经文 经文 诵经 诵经 才会 让我们环绕会减少 在 啊 月初 我到越南去 啊 我们一位师兄 啊 他好像是 三十 二十二届吧 他书啊 他经营 运输公约有五十多部的 啊 啊 货运 啊 他咧 每天等着诵经 生意就好得不多了 啊 有几次试试看看 真的诵经 因为 大家也不破呢 我去ă 那群 几次 赢 神 昨天没有人,生意运输几乎少了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那我说你现在以后要放假,不要诵经就放假了,不诵经啊。 因为你做货运,你在台湾,过地趴趴走,过地都有农天护法,孤魂游灵,过地都有一些黎昧王良趴趴走。 那么你送经了,你的卡车,货运车,货柜,你载着你送经的金宝功德,在台湾趴趴走,在布施耶。 而布施这个经文的法义,所以你有功德啊。 那么少有在台湾国内,这些空界,他们也是需要夺度。 所以你一旦有送经,而去回向,你的车子,就会把你所送的经,全部用卡车,载到过地去分花。 他走一百公里,一百公里里面,都是会受到这个保佑。 同安法义,他们都能夺度耶。 你听不懂吗? 哦,所以各位诵经。 好的,真实义啊,是王产老子倒架时常以后,古至金用。 如数道,百家思想荣为一流。 而以当相,就是用义立伦天。 古至金用,我们是融合主义。 也不是商民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 也不是商民主义,融合主义。 每个人的灵性,都光辉生命,都融合为一流。 所以各位,我们要了解,宗教的真实义,就是我们灵性的升华。 那必须要借助,人道所做的一切事,你才能够依教奉行而圆满。 你的融合主义,才会逆人又逆天。 所以老祖开述我们。 佛的真实义,就是智慧着,就是为佛。 所以刚才上一节,为各位讲到,转练,你就是佛。 被练转了,就是众生。 转练,空而不空。 里面映残着,空中妙游啊。 你被练转,就是怀劳。 所以我们想法,不要用头脑一直去想。 你一直去想,去想,去想。 我们绝对会有烦恼。 你把所有的放在心中来看,反观。 你站在高高的看到,你自己过去,一切的行为。 看到众生,对不对? 自己当一个正确的判官。 当然一位,非常有智慧,有爱的,王产老祖的圣孙、法孙。 集一生的时候,你就是佛、老祖、圣人的化身。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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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维新圣教的法脉。 真水即是易经与风水。 在33年的岁月,王产老祖的开始。 但是,基睦年者一定要老老祖记住,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是对待与对立的智慧。 对待是包容。 对立是冲突。 冲突。 所以要如何对待,就要学习易经和风水学。 就融入大自然。 在前几天,我们约师兄,拿一个案例来给我看。 师父啊。 我的亲戚。 他家里有好多人。 四合院。 很发达。 这纺织业很发达。 这个就是四平八文的三佛院。 这族。 这族。 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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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佛生辉。 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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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露 Agab logarJo. 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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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干涉不了 我说你住在哪一房 他住这一房 第三房 离他最近 这一房 大房 一二三 四房 四房一过来 就白骨昂头起来 所以 一房 二房 三房 三房 他到这里还不错 这房还可以 一二三 四 五 六房 所以六房呢 他后面盖起来 本来六房这个龙过岸 一条河是从这边过来 好 这一条路 通过这个河 所以 一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五房 六房 再来的 六房 当然是最好 因为教育不同 时代不同 当然六房就会比较好 所以 他就盖起来了 他就盖起来了 盖起来了 麻烦来了 他这一房 这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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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沙沙 孩子 打架冲突 什么都来 而六房的呢 他 他请人家帮他看 说盖起来他是最好 结果盖起来 六房的虽然好 是好 孩子也很凶 因为 周楚 祖灵在这里 啊 在这里来 所有的孩子 都很凶 那问我怎么办 我都看着办嘛 那我 我们那一位 师兄的 他说师父啊 会出人命耶 啊 这样世界会乱呢 我说你怎么世界会乱呢 小小一个点嘛 你不是说有小世界吗 家庭就是小世界嘛 对 会乱 但是你们这个兄弟 他不以为然 我说 再过两三个月以后 你们就沟通 你要先从 他的孩子 很凶的原因 钱赚了 富二代 啊 这个老爸管不了儿子 再来看 你回去先跟他讲 所以你盖了这个三房 影响了到房房 所以你回去慢慢的 你们去商量啦 我说三四个月以后再来找我 好了 那前几天而已啊 啊 海淘 师父啊 怎么办 我的孩子 排到死没人啊 他儿子凶着半死啊 他在这里一房高起来 凶着半死 我说你就搬出去了啦 不要住在这里啦 那祖先在这里有没有影响 还是会有影响啦 不然你就把祖先分佛 啊 出去到你行 跟着你走祭拜 啊 你离开到小孩子就会比较 平安了啦 所以这个就是疫经风水嘛 世界和平嘛 啊 如果是错了 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的家 影响整个的社会 一直累积起来 就变成大社会的问题 大社会再扩大到大社会 就世界的问题 所以老主开示呢 世界和平 都基础在疫经与风水学的如法 这个是一个例子 若是你们有碰到 这种善性大德 他们家有这个现象了 你提醒他 你赶快搬走 不然呢 灾难来了 到时候再搬也来不及了啦 在东市 有一位建筑师老朋友 他的叔叔也是三房 赚了钱 后来把这一栋盖二楼 他平往二楼 一盖起来 他叔叔就中风 他孙生也中风 他孩子也出货 那时候告诉他了 叔叔不要盖 他叔叔说 你们那么迷信 我才没有 没有信到呢 结果 家里拖了两个 中风的 一个死 这横货 所以各位 我们要趋吉避凶 要先从学义经 了解义经与风水 我们才能够 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然后帮助他人 祝福各位 这些台湾的民 英国成功妙的生 各位维新圣教 一星大学二三期私讯班 的闲事同修 人的一生啊 十有八九不如人意 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写在他们身边 自我勉励的名言 所以老祖叔孙开祝我们 你要做到 心安的境界 一定要学义经 学习对待法则 绝对不能与人对立 好 当人对立的时候 两者受伤 有的呢 自己一个人受伤 在很久以前 也是我们的学员 大部分二界三界的同修 他听我说 你们不要去恨别人 你恨他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不如意 会很不顺 他就不相信 他从 出社会来 他就很容易 与人冲突 所以人家把他看来 是一个讨厌的人 都不跟他在一起 即使同事了 事情 说一说就算了 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师兄 听我讲了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来 顾问我说 师父 你讲的话很有道理哦 我现在每一段拿起来 想起来 很气他恨他 结果恨他他越好 我越衰 你们正道 有几个 我所有的朋友都这样 我很怨他很其他的 他们都一直很好很快乐 我就越衰啊 我说你很容易怨人 恨人 不平 各种的思想 你去恨人 你要了解 人家有寒养 他就是包容 你所有恨 发售出来的店铺 他都把你收起来 当做营养剂耶 哦 所以你会很衰啊 叔 我正道咯 我正道咯 那以后有机会 你可以写一些新的报告嘛 你改回去改用爱的 感恩你 以前我不对咯 感恩你 你给我教育 我想出来咯 你教导我 起诉我 我该怎么做 哎 回去了 又犯 又犯 又这种方式 反向来包容 来忏悔 来感恩他 教育我们 过了一段时间上课 叔 我现在 你看 我每天照镜子 有没有 比较 健康 脸色比较光 有没有 有啦 你有没有练习说 看着镜子 我恨你 我愿意的时候 你在 静 静中的那一位 你用的 使用给他 想做你的朋友 嘿 他有一天 照我说 镜子里面是自己嘛 你把他想到是朋友 同事 恨他 结果咯 那一个镜子里面 张出厉鬼 又老虎 他脸上很难看 你看 又是一样 好拼那种 房间不敢这 就说他家里 房间里面有立委 有这个 怨灵 使此衣护在他身上 把他表现出来的 朋友看到他 一看就讨厌 再见了更伤心 若是你不改变 我就一直把病 把你困 把你囚子走 所以我们这位师兄 他一个正道 哎呀 难怪佛家 老主啊 叫我们要修心啊 汉转烈 所以我们用感恩的方法 人家说你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惯心 我的不好的地方 让你们起烦恼心了 对不起 我会改 这就是转练嘛 不要被练转 被练转是众生 转练就是佛 曾经我们在大雄宝殿 原来大雄宝殿 微信圣殿 大雄宝殿 一个叫做阿敏 我们的信徒在台中 那时候我给人家问事 他都等到傍晚才来 因为他知道白天很多人嘛 有一天烦恼很多 我说你一向观念菩萨 告诉观念菩萨 一向一向练给观世音菩萨听 你好气怎么样怎么样你练 他用纸写了 痒痒大观 写了三大章 就练给观世音菩萨听 观世音菩萨是泥塑的 他练好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起来了 看到观世音菩萨起来了 所以他在对他笑 哦 吓了 走到那时候还没盖 那时候还没盖 好舒服啊 观世音菩萨 站起来了 好恐怖喔 那是什么原因 观世音菩萨的使命 所以 此后 他的印就改了 运了 运了就比较好了 为什么 我说你把事情 你讲出来 像完禅老鼠报告 像诸佛菩萨 你这样的神的报告 我好恨哪一个人 好怨什么什么什么 你每天 你要不要不愿其法的时候 你就是最好的 祝我消穴障 这方法很好 所以各位 我们私信班的同修 这个随时 除了你们自己用以外 可以告诉你们有缘的亲朋好友 所以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相典 你把所有的烦恼都写起来 一项一项念给你家的神 你家的神 后来向他扁报 然后呢 练完了之后 你就用三把收金 你家的金汤 那你就会 那你就会 心会安下来 练了会转练 大公无私的祷告 祈祷 是 十倍的 好 所以各位同学们 我们要自我转练 不要练 转了我们的人生 被练转了人生 就是自己当自己的怨心在主 没有人是怨心在主 自己当怨心在主 自己当自己的敌人 是最可悲的 所以今天要去祝祝 你们可以帮助 你们有缘的人 帮助他们 自己有空聊聊天的时候 可以用你们的口 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 自我保护 自我成就 自我修炼 成圣成贤 与成佛的境界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双三知识 人生的遭遇 过有不同 人的遭遇 人的遭遇 往往会碰上 非常非常 烦恼 也不高兴的 也有碰到 非常非常高兴的 但是最后的国 过有不同 喜极而悲 喜极而悲 也是悲从 喜上来也有 我们一位老信徒 平常做人也很好 有一天 在当初来我们 民国76年 还有爱国奖券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跟人家签 好玩嘛 好玩 簽簽簽簽 给他丢了三十几万 丢了十几万 我死了 他死了啦 他的意思他呢 从来没有 这样有钱过 七十几万 三十几万 还很富有 我死了 就包了两百块 在武权武权那边 感谢老主 他来老主 店啊 老主做钱 在乘客那边 他来看乘客 他来看乘客 看乘客 抠起来是乘客 他回去就他簽起来 簽起来 结果 赌到三十几万 哦 很欢迎 他来说 叔叔 啊 我这帅子 我来赌这么多钱啊 他说原来 他就上贯十二 穷十一贯 突然间有三十几万 你不知道要怎么说这么少啦 很好啦 有罪啊 你包两百块 买一下香 来给大家拜 那就好了嘛 其他你就好好用在 有用的地方 回去呢 三四天都没睡 晚上都没睡 一直在想办法 那些二十三十万 要怎么来应用嘛 结果想到 中风大了 都死了 诶 这个口头禅哦 我们要做主意哦 我说喜之而悲嘛 这是在我们 微信圣教 我说 度到的 会幸福 还有的悲从喜来 无论喜从悲来 悲从喜来 我们都要有正确的认知 要有正确的学艺经的 妙用 那当我们在世界上 没有修行 到最后 悟忽哀哉死了 走了 走了咧 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心安 没有 家里的人 就帮他做后事 诵经念经啊 回向给他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短短几十年时间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修 不要认为说 哎呀 修行很无聊 我在那年敲倒 摇头 不是该多好咧 在那边说说 拜几千叉叉啊 他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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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想法 所以本 微信圣教 以其他宗教 他教 本教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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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宗教的修行 好 这个很重要的耶 大家 塑造神的权威性 摔益众生 意思是求 上升求求求求求 大家都在求 你一求了 就会有战争 神只有一位 一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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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对的 所以旺财老祖 他的符存主义 符存的主义 宗教的上升训法 就是 众生 每个人心中 都有王产老祖 都有诸佛菩萨 在我们心中 叫做新庙 新庙 所以本国的宗教 国教 道教 没有战争 西洋的 教 教派 就会有战争 战争的原因在哪里 大家拼命求 那本教 本国的 宗教 就是把神的 请在我们心中 来 每一位的心中 来 每一位心中 都有一只王产老祖 那你还要去哪里求 所以观世佛菩萨开始说 求人不止求自己 求自己不止求真正的自己 这是我们的 维新圣教的 教育 人人心中 一尊佛 一尊神 一尊菩萨 有上帝在我心中 但是其他宗教 很多的做法 把宗教 神授在高高在上 大家一直在求 在求 那样 当然会有战争 会有送 示送 就会有相比 我求了多少 而相比的 接下来 就会有战争 这疫经卦里面 已经开示的很清楚 那么本国的教义 尤其在台湾的宗教 是把所有的神 请到我心中做 把妈祖也请到我心中做 太子爷土地公在心中做 那我们来上香 就是印心 绝名 王产老祖 我来拜王产老祖了 印这个心 我心中 也有一尊王产老祖在我心中 我们会好好修 依教奉行 依法而修 所以这个就没有战争 而其他的宗教的方式 就会有战争 所以我们去开宗教会议 很多国外的宗教界人士 一直埋怨 抱怨 他们怎么样会有战争呢 因为没有悟到 神在我心中 神不是在上 天上我一直求的 你把神全部请在心中 神是怎么样的 依教奉行 秦宋经典 你就可以了解 神在我心中 世界才能真正的和平 这极是贤者 虽然本人心是要 养贤蓄财 的天命 就是在此 祝福各位